美戀劍硬 各位香港的观众,晚安 今晚是下午8時中星期六的晚上 我知道香港那隻 那隻是橡皮鴨、爆了一隻 因為有打蝦想嘛,二重槍嘛 但是你也知道香港很熱 那隻鴨越了可以不一定要爆 可以變黑鴨鴨 是的 很好 這個是 大家都知道我一向都是這個 伊克卡的擁等 我一向都是用這隻鴨嘴唇來代表自己 這個是JR西日本 這次香港的那隻鴨 那隻鴨都是荷蘭人造的 港鐵贊助 其實鐵路用鴨來代表 就是JR西日本 伊克卡 這個是牛仔鴨 這個是牛仔鴨來的 這個是和Edwin 日本有一隻牛仔副牌子 Edwin 所以這隻是黑鴨鴨來的 這隻 他都幾可愛的 這隻 我一向都是用他做代表的原因 這一隻是 友善 大猛 很脾氣 我覺得這個做人做目標 這個 這一隻是 他有一隻是藍色的 但是這個就是黑黃 他為什麼是一個鴨嘴唇 就是 因為你知新鋼線是鴨嘴唇的 N700 其實他就是一個 走得慢的新鋼線 而且 就是這樣 你要看鴨 這隻就是鴨的 有些人說 那些四十幾歲的人 家裏都這樣 那樣子 沒事的 他個人可愛的 我很頑童 一向都 我一向都很頑童 對不對 Anyway 言歸正傳 這個 雖然開台是一個很可愛的開台 但是這個 這個 topic 就一點都不可愛 這個 topic 這個 topic 是一個軍事的 topic OK 我不叫軍務 那就是一個烏克蘭大反攻 那 終於展開了 烏克蘭大反攻 那 雖然第一天 就據問 就是 就是 曾經有 這個 就是 炮爾坦克德國 和歐洲民國娟的炮爾坦克 受損的報告 那但是 烏克蘭最後都可以憑著他的優勢 因為 那些人可以 recover 那些受損的炮爾 拿回來 馬上拿回來 收起 可以繼續戰鬥 而且 你看到 在 習波羅熱的 那個 拿到的 推進的位置 是一個 大概 長 十個公里 重心有三公里的一個 陣地 一個新的陣地 我相信 這幾天都會推進得很快 你知道之前都沒有什麼 推進 但是很明顯 烏克蘭軍方是找到弱點 所以令到他現在 俄軍一個向後 因為其實 你知道 阿速海這個地形 前後去後後有大海 基本上就是 你去下來 但是 阿速海那段 大概 重心 由 由 這個 所謂 接觸線 到海邊 大概 最深 都是百多公里 所以其實 如果你每天 有幾公里的進展 當然 你去到越後 會越慢 你去到城市那些 會慢 但是如果你每天 都有三 有三至五公里的 進展 而且他在這個 頓越至黑河 東岸 開始有橋頭堡 如果這樣的話 俄軍有可能 在這個秋季 他那個 阿速海那個 雷俄線就會切斷 機會很大 而且 你見到現在 烏克蘭軍隊組織 那個進攻 是有效率 通常你第一波 衝上來的 一定是北約化部隊的 就是說 如果你說 之後有 炮役的損失 我覺得是正常的 其實是 因為 那個最高 那個衝突強度 那個第一波 一定是北約化部隊去進行 你都給北約 部隊一個機會去試 和俄士 但因為這個是第一次 北約化部隊和俄士部隊 正面交鋒 第一次 所以這個 烏克蘭大爆風 是很受 各國軍方關注的原因 因為 這個 如果 你見到的 用暴風 用這個 Storm Shadow 的 Missile 在後面 開始狂炸 那些 彈藥褲 彈藥褲 彈藥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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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 其他那些 或者那些軍營 通常 你想想想 炸爆一個軍營 但是 一百人就是這樣 這個是很 烏克蘭的打法來的 我每次就是用精進打擊武器 將你的彈藥褲 將你的軍人 甚至指揮官 和你集起來 買起幾百件 幾百件 買起 看看你可以玩到多少人開戰術 你也看到一件事 還有一件事就是 他這一次大反攻 為什麼這麼Effective 是 開始晚上進攻 因為如果你晚上攻勢的話 基本上西方武器一定是贏過俄斯武器的 因為那個夜視能力 或者以至那個 配合那個電子戰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動態 就是對戰場感知那裡 好很多 所以有很大機會 有可能是 因為晚上的進展更大 就是俄斯現在更害怕 因為現在 烏克蘭是晚上進攻的 就是你見到這個 這個打法 很清晰 就是你見 因為這次大反攻跟之前不同 就是 這個晚上的 這個戰場主動權 在 這個 在 在西方武器 就是擁有西方武器的那些人手上 就是 烏克蘭手上 所以你現在俄斯就很嚴重 俄斯 就是俄斯 俄斯就不斷地做些大本營戰報 什麼的那些 但是 烏克蘭就不斷地做這個 通訊靜密 但是現在 傳不回來的戰果 就是烏克蘭有些承認的戰果 就是 他現在 他是能夠 無論在巴拉穆特 無論在 習波羅爾 甚至 我相信 可能 就不會打 黑松線 黑松線 可能會強到烏伯治 黑河 但是未必會打黑松線 因為黑松線第一 要讓他的水退 第二 就是 黑松線 現在比較複雜 就可能由這兩邊 由這兩邊這樣打過去 都不出奇 這個 主要是巴拉穆特 以及 這個 這個 就是鄧月子黑 兩個 那 好了 這一次 當然 烏克蘭調整了戰術之後 那些坦克收回來 那些炮議收回來 迅速維修之後 因為 這就是德國武器的優勢 當然 俄斯就覺得 打中很開心 那些地雷 但是 炮議主要受損的 就很少 主要是受損的那些 那些 那些帶 那些雷帶 是這麼多 或者那些旁邊的裝甲 那那些很容易收的 那些 基本上 前線 是有硬的收的 就是 他找一些 recover的車 那些 拖回來 recover的車 因為 烏克蘭其他軍隊 他打的重心快 他推進快 你看到有三公里重心 就算被打中 OK 他們停在那裡 對比汽車 俄軍都拿不到那些車 而且 烏克蘭軍隊可以很安全 把那些車收回來 而且他改變了 對付俄軍地雷 那些 strategy 他知道 the first contact 他知道 有一些 mistake 他很快就修正 基層指揮工很快修正 然後進行一個新的打法 結果仍然可以 很快 不但擊敗俄國的部隊 OK 而且還可以 將那些仇選的車子 全部收回來 然後很快速收起之後 衝速投放電場 這個是 北約的真正優勢 你說俄軍那些 打中很開心 那些 其實是很幼稚的 真的很幼稚 不止八千是幼稚 因為那幼稚的地方就是 根本上 人家都不是跟你 玩一樣 第一波 不約法部隊 他還要是 人家的 錯誤修正能力很強 OK 錯誤修正能力很強 就是人家的技術好 人家的金屬技術好 人家的金屬技術好 這個你可以看到一件事的 俄國的金屬技術 你見到他T10勢始終 你有沒有見到他打出來 沒有 不知道他那邊 如果T10勢被打爆的話 應該挺好看的 你見到俄國的坦克 仍然金屬技術 我仍然是一個很俄後的水平 你這樣嚇你 以致 你不要說他們是反他武器 你這樣嚇你 你整個反他地雷 在俄國 這麼精 屈心之類 你只是打敗別人的帶 打敗別人旁邊的 黨板 是這麼多 你根本就沒有辦法 Destroy別人 你根本是做不到 你可想而知就是 你俄國的技術水平 即是怎樣 如果是同樣的技術 就是烏克蘭和俄國 用一樣的技術 俄國就用素人優勢 但是現在就是 烏克蘭根本不需要用一個素人優勢 別人 他一架車 他的戰鬥 那個 你自己在戰場的生存 遠遠高過你那些TX2 TX4那些 那你玩所有人優勢 我和你逐個打爆 全部都 那些炮東西 用穿甲彈和你打 大哥 你可以想像俄羅斯之後 那個戰場損失有多大 你更加想就是 你的彈藥褲被爆 他用Storm Shredder 將那些彈藥褲 一下爆 那你爆到彈藥褲 他就沒得打的 你沒有吸的 沒有吸的 我沒有彈藥 我打不下去 那就走了 加上就是 你這個 你這個 斷越之黑河 你這樣化岩的話 其實是找自己噴塞的 因為 你會影響那個補給的 再加上那些河梨 那些 那些河梨 那些 那些河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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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河梨都會自己做些提靶的 那那裡會阻礙進攻的 那裡其實是會的 因為會影響那些河道的水 那些供應 那些小的河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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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容易受影響他們 所以 那麽多個因素的情況之下 他 這一個 德國武器的生存能力的修越性 再加上 在晚上的戰場上面 英 美國 美國 即是北約武器的優越性 那個主動拳起他們 再加上 我想 稍後美國再加多些軍門的話 我想 再多些其他東西的話 就是 軍戰術 導彈那些 都來了 那時候 其實基本上很快就打爆了 很快的 其實 所以我說 如果這個秋季 普京 就會 如果中國 不幫他 這個秋季 河烏戰爭 大致上 會結束 其實只要 切斷了阿速海 那個聯絡線 令到 就夠了 因為 你拿了阿速海 那個控制權之後 之後 你頓巴斯和克里米亞之間 那個交通就會大受罪海 然後 你 克里米亞 你反攻克里米亞 就很容易 反攻克里米亞之下 因為克里米亞沒有水 已經 沒有淡水 那些淡水不能喝的情況之下 其實克里米亞 你打爆水泡這件事 其實是很愚蠢的 是愚蠢都不得了 因為你克里米亞沒有水 你自己找自己的筆策 我不明白 為什麼當初 龍軍是這樣打 其實我不明白 就是 這種 他以為招數戰術是可以的 問題是招數戰術 你都 問題就是 你是不是 棄手克里米亞 先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但是 很明顯 很明顯 這個 就是 他基本上是一個 不懂得軍事人亂攻 那麼大的軍盲 神經病 所以 所以他亂來的 普京是亂來的 所以沒得說 現在 我相信 俄司機沒有辦法守住 亞速海 就不用說了 什麼 馬納波 那些地方 應該光復在網 但是馬納波 我相信那個是 Tough Tough Battle 馬納波 就是 光復亞速幹鐵廠 那些 可能是Tough Battle 那些 始終 如果那裡 畢爾江斯克那些全部失守 基本上 就 沒有辦法用船運 就是 俄國沒有辦法用船運 補給 彈藥 食物 那些的話 那你剩下的 頓巴斯 頓巴斯 未必有辦法 頓巴斯 如果有辦法用船運 失陷的話 其實就 頓列折克 烏克蘭軍隊就有信心 直指 頓列折克 因為你知道頓列折克 很近的 其實 頓列折克 之前 市區 如果打到頓列折克 市區 基本上 戰事就結束 很大機會結束 盧金斯克那些 沒有什麼意思 所以 俄國 就守不住 阿速海 也守不住 頓巴斯 全面守不住 應該就 不是言之過度 這個是很明顯的 給人 給人 坦克受損 都還可以打 打到這個 距離 大家知道敵我優勢 是很明顯的 這個 很明顯 為什麼俄國 手頭上 他本來戰術已經愚蠢 OK 戰術愚蠢 地形 他沒有優勢 再加上他 根本就是 他那些武器的後程度 嚴重的話 就不能打 很清楚 所以說 這場烏克蘭大辦公 是 有料到就是這個原因 這個 這個是很明顯 這個下一個就是普京的決策 當然 有人說普京會用核 這個是最大的嚴嚴 我們全歐洲最大的嚴嚴 不會用核 但是用核 會不會令到 戰局可以玩回 未必 因為你聲稱可以 deliver核武器的 hyper sonic 武器 你都給外國一隻字 這是第一 但是第二樣東西 我覺得更重要的 其實就是 俄斯空軍 如果大家知道 可能用核彈的話 可能大規模叛徒 可能俄斯一些 今天就有一宗就是 俄斯有一個空軍的機師 向立陶宛 投靠立陶宛 就是尋求政治庇護 原因就是他不想再打下去 我相信 在俄斯空軍裡面 驗戰的情緒很嚴重 因為俄斯空軍 每天都有戰損 每天都有蘇河25 蘇河24 那些被人打下來 每天都有機器 你老實說 你知道的 俄斯的彈射系統 有多好 大家都知道 那些彈射座椅 不僅是彈射座椅 你說西方戰機 為什麼要F-16 我都明白 因為現在烏克蘭手上的戰機 那些俄系戰機 如果是真的 有什麼事 機師是不是這麼容易彈射出去 就不一定 如果被擊落的話 機師會死 會死 沒命的機會很大 但是呢 F-16或者是美國的戰機 一旦有士氣 機師可以彈射 當然你怕被孵了 但是你可能透過彈射的過程裡面 譬如你可能是超市被預襲 如果你那個彈射了之後 可能仍然落在自己的控制區的話 你的機師還有機會生存 你還有機會打下去 你的機師的損失是少很多 很多人都覺得 你F-16厲害 當然F-16是肯定 我覺得戰鬥性人應該是 Supreme的蘇緣那些戰機 俄系的那些戰機 也是的 但是 另一件事就是機師的生存率 為什麼美國要投資這麼多錢 研究彈射系統呢 很簡單 因為機師的奉獻是無價的 甚至現在AI年代也好 機師的戰鬥 Dotflight 機師的判斷 航空是一件很複雜的東西 不是說AI 可以是輔助 但是不能夠取代人的判斷 這件事就很清楚 空中是一個世界 陸軍都不能夠 打仗是沒有 但是陸軍就沒有空軍那麼依賴的所謂機師經驗 因為經驗這件事是無法解釋的 經驗這件事是無法解釋的 是沒有的 現在看Putin的抉擇是怎樣 Putin會不會下一步 他想怎樣打 Putin Putin是用核 但是用核 我覺得他沒有勝算 而且一用核的話 北約一定參戰 北約一參戰 我們在俄司一定被打架 所以現在 我猜他最後 仍然是求習近平參戰 但是習近平會不會參戰呢 仍然這麼移民 但是習近平他可能說 一些人在Wanna Group 入了Wanna Group 入了抖音軍先 人數不用多 只有幾個 慢慢看看是否真的打得過 我懷疑他是這樣 因為你始終 除非習近平開第二戰線 打台灣 這個就能計 我猜普京會不斷地 慫恿中國打台灣 因為中國打台灣的話 美國的focus會放在遠東 他想著這樣可以 有機會突破 但是 太遲了 你俄司 你那個懷疑 你這幾天捱到幾個 我真的不肯知 我真的不肯知 好了 現在一集 我就講到這裡 下一集 下一集 下一集我會講 香港的精神問題 香港的治安問題 我覺得香港的治安問題 已經去到 已經去到一個 令人無法處理的地方 很多香港的問題 鴨油爆了 我都會講 香港時間 晚上11點左右 我都會講 我們有人會講 對 疾病 我們會講